午夜时分 施工队频繁施工 监控却拍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不可能随便地将一条电缆 在一辆车后拖行 专业设备 统一服装 一次次看似寻常的施工现场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夜幕下的施工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宁非 有这么一句话叫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说的是有些心怀不轨的人 为了掩饰自个儿的真实意图 故意做出某种很明显的行为 去迷惑别人 让人猜不透他们想做什么 今天我们这件事情里头 有人也自以为聪明玩起了这种小把戏 还别说一开始真唬着了不少人 然而当人们真正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的时候 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件事要从去年四月的一天上海洋浦区警方接到的一个举报电话说起 当时有人反映国定路上有电缆被盗了 可是警方后来一调查却觉得有人偷电缆 这不可能吧 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盗窃电缆性的事情的话 因为会引起大面积的停电 尤其这一带附近还是有名的商圈 中边有什么商铺 银行 学校之类的 要是这种地方突然发生了大面积停电 那还不得引起不小的议论呢 这个微博朋友圈什么的早就会被刷屏啊 可是当时却没有任何停电的消息 从来都没停过电 那又何来电缆被盗你说呢 尤其是当警方后来又找到了举报电话 说的那个电力警盖 一看那位置就觉得更不可能了 原来那个警盖所处的位置啊 是商业中心 每天是人来人往的 周围全都是监控探头 旁边还有一个学校的保安门岗 24小时都有保安值班 可不是吧 要说有人问要讲个东西 保安或许还有可能眨个眼错过了 那投电缆可是大工程 这个阴井盖呢 有相当的重量 一般性的人是没有办法把它挤开的 同时呢 它开启这个阴井盖的话呢 要有专业的设施设备 除了专业设备 这里边的电缆呢 也是又粗又重 短短几米可能就有十多斤了 一两个人嘛 那是肯定搬不动的 必须是几个人在下边搁 几个人在上边拽 要是大马路上真的搞出这么大动静 周围不可能没有人注意 警方当时心想 这都窝了一圈了 一没停过电 二没有人发现过异常 似乎真没有电缆被盗这种事 那个举报电话 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巨炮的假警啊 可就在警方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旁边一个酒店保安无意间的一句话 却让他们停下了脚步 保安说呢 严格来讲嘛 这个井盖倒也不是完全没人动过 前几天嘛 好像还有一辆黄色的工程车 在这儿施过工 保安说那次施工嘛 他印象还挺深 因为他当时还想着 这施工队比他职业班还辛苦呢 都凌晨了 还要过来施工 凌晨施工 警方就觉得不对劲了 井下施工对安全性要求是很高的 一般不都是白天施工的吗 这个施工队会不会是有什么猫腻 警方赶紧就调取了路边的监控 还真就看到了那次辛苦的施工 当时是3月31号的凌晨 先是一辆面包车开到了井盖边上 然后呢一辆黄色的大车也过来了 这辆车呢就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维修电缆的工程车差不多 上头嘛有一些专业设备还打着停车双闪 看起来呢是挺规范的 紧接着面包车上下来了几个人 虽然距离有点远但是看得出来 这几个人呢都穿着统一的制服 而且制服上还统一贴了反光条 动作嘛似乎也挺专业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警方对着监控也盯了三个多小时 可是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会不会搞错了 这是不是就是一起正常的一起事故 可是就在继续查看监控的时候 警方却突然看到了一样东西 惊呼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 要说当时真的是天空做美 本来嘛夜晚视线还不太好 可是那天刚好下了雨 路灯呢把临时的地面照得格外的清楚 注意就在这辆黄色的工程车 收工横穿路口的时候 他后边竟然还多了一条 足足有三十米长的尾巴 警方眼前一辆好家伙 果然是电缆 莫非这些人就是在偷电缆 不对呀 不是说电缆被盗这一带都会停电吗 警方明明已经查过了 这边没有停过电 会不会这些人其实还是在施工 比如说是施工需要 又或者说这根电缆坏了 他们只是要把这个电缆暂时拖走 可是就在继续查看监控之后 警方却觉得这些人不是施工那么简单 怎么呢 因为这些人运输电缆的方式啊 大有问题 相关的这些再生的金属运输必须都是有严格的工程和工艺管理的 是不可能随便的将一条电缆在一辆车后拖鞋 除此之外 如果真是电力公司出任务 不管什么时间 施工结束了 工程师那是必须要开回公司统一停放的 可是警方后来查过这些人的行动 离开现场之后啊 并没有去电力公司 不但没去 他们还做了一件叫人大跌眼镜的事 只见他们把车开到了一个建材市场的门口 几个穿制服的人拿着工具跑下车 竟然旁若无人的就在那大马路上直接把电缆给切割了 而且每段似乎切的差不多长 切完之后又静止开去了宝山区的一个十分偏僻的工业园 而那个工业园里的那个情景呢 就更令警方感到吃惊了 因为那里边竟然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工程车辆 有面包车 有相似货车 还有卡车 各个车辆 各个车型都有 给我的感觉 这些车辆的车中车况 就像一些报废车 或者像一些废旧的二手车一样 这些破旧车辆被刻意的漆成了黄色 甚至有的还印着十分粗糙的这个电力公司的标志 可电力公司的工程车显然不会这么简陋 更不会乱停在这种地方 这下警方恍然大悟了 起初警方一看这些人又是开着工程车 又有专业设备 还统一着装 还曾经有过这样的怀疑 心想是不是电力公司的员工在利用职务之变 顺手牵羊 谋取点私利 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些伪造的工程车之后啊 你就基本上可以确认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电力公司的人 而是为了掩人耳目假冒称这个电力公司的施工队 盗窃电来 他们就是贼 再看这些伪造的工程车数量竟然还不少 看来这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很可能作案多起 警方赶紧就调取了各个区域电力井盖旁的监控 这一看还站不得了 触目惊心的画面竟然是一幕幕赫然在列 这是在另一个区域的监控拍到的画面 这次他们连专业的路障都设置了 几个人像模像样的戴着头盔准备下井 其中还有几个穿衬衫席的人在边上来回的比划 乍一看还挺像领导在指挥工作 路过的人谁会把他们跟小兽联系起来呢 一两次得手之后 他们就更加肆不忌惮了 看这段监控 施工嘛一次比一次专业 这次带的设备就更多了 工具卸下来支付换好 然后开始下井 下井之前先要看 硬井盖打开以后看看下面有没有积水 如果有积水的话 他们要用抽水棒 把地下积水给抽走 为了抽电缆 这些人们也是费了不少劲 就单看这些专业设备和麻利的动作搞不好啊 哪天什么地方电缆坏了 他们还真的可以过去帮忙检修几下 当然这是玩笑啊 就在他们专心支持工作期间呢 有不少人入卧 有的路人甚至还停下来旁观 也不知道是他们脸皮太厚啊 还是太投入 都没注意到 反正是你看你的 我投我的 一点都不慌 而路人呢 看到这些人满头大汗 一脸乌黑 别说不会想到这些人是在偷东西了 没准还会同行他们呢 而且他们好像很辛苦嘛 白天不施工 都是晚上施工的 好像不扰明嘛 他们所有的表现出来的东西 好像似乎都是公开化的 就是明目张胆的 反而给人的感觉 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一种假象 这都怎么可能是小偷呢 这都怎么可能是犯罪集团 在进行事实道歉呢 你看 这就是这伙人 敢明目张胆道歉的奥秘了 反其道而行之 挺会琢磨人心 心想我越是遮遮掩掩 别人就越会起疑心 那干脆厚着脸皮装 没事 我就把这个偷到现场 摆到别人眼皮里一下 亮你们也想不到 够可恨的 简直是把人当猴耍了 结果那些电缆就这样 在监控底下 在人们眼前被偷走了 这下电缆怎么被盗 被谁盗的 看得一清二楚 可越看这些监控 有个问题 警方就越想不通 那就是通常情况下 电缆被隔断了 附近那一片肯定会停电 可是警方后来查来查去 这些被盗的区域 竟然毫无例外的都没停过电 明明看到他们切断了电缆 为什么没有停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作案的时候 这些人在警底下 到底还做过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到警方 识破了一个犯罪团伙 盗窃电缆的花招 把自个伪装成 电力公司的施工队 进行作案 避开了人们的怀疑 可奇怪的是 监控里头明明看到 他们把电缆隔断 偷走了 但是这个区域的电力供应 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警方决定带着专业人士 一起下井去看看究竟 这一看呢 却又大吃一惊 这正是犯罪分子的狡猾之处 或者说这正是他们之所以 屡屡得手 却没有被及时发现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偷的电缆的 不是一般的电缆 他们盗窃的电缆线 不是正在使用中的电缆线 而是修制电缆 就可以理解为是备用电缆 就是目前他没有在正常的工作 但是随时随地 会根据不同的情况 他会再次被启动 这些人很狡猾 他们知道 如果偷正在使用的电缆 一旦区域停电 马上就会有那真正的施工队 来检修 他们就很容易暴露 所以才会对备用电缆下手 但是备用不代表荒废 相反 这些备用电缆存在的意义 那是很大的 某种情况下 甚至是唯一的 也是最后的应急手段了 就相当于是 你家停电时候的一支蜡烛 当你家完全停电 一片漆黑的时候 你需要一支蜡烛来为你照明 但是这个时候 你发现家中的蜡烛没有了 那么就是说 你这个在漆黑当中 你将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光亮出现 备用电缆就相当于我们家中最后的一根备用蜡烛 家里停电找不到蜡烛 或许不打紧 但是这可是上海金融中心 有那么多的证券公司 银行 还有医院 一旦停电这些地方 要是没有了那根最后的蜡烛 不说经济上损失多少 就说医院 哪怕是一分钟的黑暗 那面临的可能都是生命的代价 所以别以为这些人好像就是偷了几根电缆而已 可能造成的后果 那真的是难以弥补的 必须得赶紧把这些人抓到 按说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行动和藏车点 要抓他们并不难 可是警方却觉得这件事恐怕还急不动 怎么呢 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电力井盖里的情况 走线十分复杂 不是一般人看一眼就能够分得清楚的 这些人怎么就知道哪根是备用电缆的 万一碰到哪里 捡错了什么地方 很可能连自个儿都有危险 说明这背后很有可能有专业人士知道 而且除了施工要知道 你想啊 电力井盖几乎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电力公司的人来维护 这些假冒的施工队 怎么敢堂皇之的过来施工呢 难道就不怕半路碰上真正的施工队 很可能是有人给他们放了消息 没准他们里头还有电力公司的内鬼 所以警方怀疑在这些人的身后啊 隐藏了一个更长的犯罪链条 打掉几个小工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它是一个整个一个链条在发生 有人内外勾结放线出来 外面盗窃 嚣张 有人受伤 其实这个不把整个链条打断的话 只打一接的话 这个案件还是 打了上五个还会发生 可能幕后老板都在藏在后面 盗窃 销赃 收赃 还有最关键的那个放消息出来的 很有可能是隐藏在电力公司的内鬼 接下来警方侦查的重点 就是要把整个犯罪链条上 藏在幕后的这些人给揪出来 那么首先 盗窃这个环节的幕后老板是哪些人呢 经过多日走访 侦查员在附近的一个叫洛河桥的城龙村里头 发现了线索 的确有一伙人 咒服夜出 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而且各有首脑 隐隐地形成了三个团伙 我们围绕三个团伙的组织核心 高运 张明来和刘文春 我们对他们也进行了一些 重点的一些调查 现在他们三个人都是老乡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以地狱为纽带的一个犯罪集团 看来盗窃团伙 就是以这三个人为核心 他们就是幕后老板 而且从监控里头的警方发现 每次作案 他们也都会去现场 在一旁监工 他们几乎都到现场 今天能够盗窃的电缆线 到底是有多少量 这个是他们最关心的 这肯定利益驱使 他们肯定要到到现场 大协团伙的成员已经弄清楚了 那么犯罪链材上的第二个环节 销赃收赃又是些什么人干的呢 或者说那些被盗的电缆线 到底是卖给了谁呀 结果发现 每次作案得手之后 那些运装车都会消失在 宝山区太和路铁山之路附近 战场员在附近发现了几家废品回收站 而费免回收站门口的这个小道呢 直接通向一片大型的公共绿地 这边绿地呢 占地广阔 地形复杂 由于无法贴近交易核心区 无人机就成了侦察员 在天空上的眼睛 我们侦察员一旦进去的话 可能会暴力 所以我们用了一些 比较先进的一些装备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些拍摄 有集装商堆场 有墓地 有小树林 有绿化带 全部是现金 当场结账 当场交易 而就在这里的交易结束之后 那些脏物呢 又会被立刻运往江苏的乌江 卖给当地的一个废旧金属回收市场 至此 整个犯罪链条都被警方锁定了 抓捕行动一触即发 虽然还有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就是那个放消息出来 并且在幕后指导的专业人士 究竟是不是电力公司的内鬼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警方判断 只要把这个盗窃团伙和销赃收赃的这些人 一网打尽 他们自然就会把那个幕后的人供出来 他肯定跑不了 于是2016年11月1号的傍晚 行动开始了 这次抓捕行动的联合作案组 集结了来自各单位的精干警力 赶赴位于嘉定区的施工现场 马路对面的监控探头 早早就对准了施工现场 对整个作案过程进行全程监控 随着现场指挥物一声令下 周边望风的团伙煮饭 首先被抓获 最后11个抓捕组立即出击 把参与盗窃的人员一网打尽 当场抓获了假冒的黄色工程车 以及一批作案工具 与此同时 针对收藏点的抓捕也在展开 在其中一家废品收货站里头 正让他们偷开一道暗门 狭小的空间里除了一张小床 满地都是被盗的电缆线 应该在刀枪片中的装枪打击当中 这个案子是比较大的 也是比较突出的 比较典型的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经营来看 我们把它全力都打掉以后 应该对这类犯罪分析 也真是真是罪 这就是嫌疑人高运 盗窃团伙的幕后老板之一 他和张明来 刘文春三个人 为了假冒电力施工队偷盗电缆 共同出资购买了 做碗车辆和工具 还重新进行了喷涂和伪装 可是据警方调查 无论这三个幕后老板也好 还是这个实施具体盗窃的 那几个工人 他们都没有任何 电力施工的经验 这样一群外行 怎么就敢对电力井盖的 这个下边的地下电缆动手呢 究竟是不是像警方猜测的那样 有内行在给他们放线呢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 曾某是这么说的 他们上岛还真有一个 神通广大的消息来源 而且这个人对上海 各个电力井盖的情况 那是了如指掌 据说这人就是电力公司的人 这个井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就是电打的头 这公司不说出来 没有哪个知道的 这个下面的东西 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只有公司的人知道 讲这电力公司 但是我不知道 到底是真正是假的 难道真的是有电力公司的人 为了互分得利 和他们暗中勾结吗 这是谁呀 说了也巧了 其实就是这位在行动当中 被警方当场抓获的李某 原来那天呢 他恰好也在现场 进行所谓的专业指导呢 不过根据调查 李某呢 不像曾某说的 来头不小 更不是电力公司内部的人员 他竟然这个冒房说 可能以前从事过外围的一些施工啊 外包工程 他可能参与过一些工程 所以呢 从他个人来说 他比较对地下的一些排线 哪一些电缆正在使用 哪一些电缆是没有使用 他比较清楚 其实这个李某 也就是自以为了解 电力井盖里的这个情况而已 你说人家电力公司铺电缆 走线安排什么的核心信息 那都是内部资料 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他自个儿也就是半桶水 还去浇别人 高某等人呢 也是信了这个军师 集结了一伙人去偷盗 结果呢 却是坑了自个儿 又坑了别人 这就叫偷机不成十八米 尤其是其中的一个 费品收购站的老板陆某 他还觉得自个儿呢 可能是被坑的最惨 最倒霉的那个 因为他手中的电缆 还没卖出些呢 一分钱都没捞着 这就被抓了 今天设个几十公斤 明天设个几十公斤 都放在家里面 不急了 等着涨价 就是想等着涨价的 说到这儿呢 有人可能不理解了 心说这些人 费这么大力气 冒这么大风险 整个团伙 几十个人 搞出这么多事 就被偷几根电缆 然后当废品 卖了就治愈了 在这些人看来 还真的治愈 别看这些电缆 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对这些心怀不轨的人来说 那就是潘多拉摩盒 吸引着他们 他们敲账的价格 可能是一米三百元左右 一个晚上盗窃的电缆线 多的可以卖四五十万 少的十几万 二十几万都有 后来经过查证 这些人盗窃的电缆 涉案价值竟然超过了两千万 您可别以为他们偷电了 是小偷小摸的事 盗窃罪 那是属于刑事案件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是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可以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 后来包括高某等人 在内的五十三个嫌疑人 都因为涉嫌盗窃罪 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收益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事 与其说是个故事 不如说更像是一出闹剧 有些不法分子 在利益的诱惑之下 确实是无所不用其极 花招一个比一个绝 可是下场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今天这些人 以为自己很聪明 伪装成施工队 就能瞒天过海 可是怎么可能呢 不管伪装成什么 说到底不过是掩耳盗铃 尤其是在现在 这挣扎手段越来越先进了 人们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了 这些花招最终都是无处对形的 而这些人自以为是的点子 到头来也不过是成了 人们口中的笑柄 和他们作茧自负的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那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欢迎订阅